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然有部分的原因还是在于所谓的担心这种连续佳节的这种流动性的问题 所以就会提早把它卖掉了 就把它卖掉了 安全嘛 拿着现金过中秋大家都比较安心安全一点 好 那在这个部分就导致了尾盘这样子往下杀下来 那回到台北股市这个地方的架构来看喔 今天成交上3107亿 你扣掉尾盘的爆炸量 尾盘600多亿嘛 你把它扣掉 把它算成平常的最后一单的量的话来讲 今天也大概才2500 2600亿而已 是量也不大 好不好 量也不大 挡跌加速的部分今天上海加速稍微多一点点 稍微多一点点 OK 算是一个中性小偏多的这个盘面架构 那族群性的部分今天强的是在航运跟电机的部分 航运电机其他电子还有汽车 挡幅都超过一个百分点 那比较弱势的族群是在水泥造子跟玻璃陶瓷喔 这最近水泥比较强对不对 所以今天就比较弱 这就是我一直跟大家提醒到的 间接段的行情的延续性真的超级无敌差 今天拉一根对不对 明天可能要摔下去 今天掉下去了对不对 明天可能要弹上来 就是在那边盘整嘛 所以在现阶段你看到红可以去追 就会马上套 然后掉下来你又要停损 你就会发现一直在重复这个循环 所以我才提醒大家 现阶段的操作你不要太急躁 你不要太急躁 反倒是什麽 降低你的操作的次数 降低你操作的那个资金比例 你安全比较重要 安全比较重要 好我们来看记录分析的部份 来各位 最近我还是提醒大家 这里看起来是一个reversal的pattern 就是一个反转的形态 可是我跟大家报告量能够不够 量能不够 量能不够的状况之下 这里真的上得去吗 各位 量一直都是一个台北股市很大的问题 又摔了下来 连续5天 连续5天这样拉回 今天的量比较大 但是是因为指数调整才会有这样的量 否则一样量都是很缩的 量都是很缩的 所以没有量的状况之下就不会有大雨 这是我一直提醒大家的观念 所以我才提醒大家说 行情目前从长线来看 但还站在年线之上 当然是长多嘛 各位长多还没改变嘛 只是说短线上就在这边做多数均线的纠结 震荡整理 震荡整理去 我的观察没有任何的改变 就是在两条粉红色线之间 做上下区间的震荡为主 突破跌破 转向方向急出 OK 所以就跟大家分享到这个地方 还是特别小心 没有方向性 没有方向性 好 那再来看一下OTC的部分 今天OTC来讲的话 是涨了0年81% 因为它没有沙尾盘 688亿的成交量量也是不够的 不过是一个量说上涨反弹的格局 盘面架构今天上涨加速大概多了150加左右 那整理来说今天盘面上 麦芽最沉重的是在钢铁族群 还有电子通物族群 那比较强势的是在文创 半导体 网通 电子 电子民主键等 所以大家会发现今天的这个电子股 是比较强势的 不过我还是要提醒大家 是现任的行情就是这样 今天拉电子对不对 那明天摔电子 那今天拉传产对不对 那明天摔传产 那就一直这样子在这轮动 所以 现在就是这样的一个格局 各位现在就是这样的格局 所以你的操作跟操作逻辑一定要调整好 你最好是什麽 你不要过度激进操作了 不要说衝来衝去 各位那风险很大 风险非常非常的大 提醒大家 好那再来看一下技术线图的部分 那目前来讲的话 一样就在这个地方做区间震荡 有没有 就一直卡在这个区间之内 往上突破就转强 往下跌破就转弱 行情目前还是没有明确的表态 量能也不够 当然还是在年限之上 长线多头还没改变 只是短线就是均线震荡纠结整理 随时等待表态 阿什麽时候表态 不知道 各位小鹿也不知道 当然了我要看什麽时候大户回来 大户也不知道什麽时候回来 所以我们还是要多观察一下 降低操作频次 降低操作的资金比例 持有50%以上的现金 这个盘怎麽晃 你都不会乱做 你都不会害怕 对吧 但我相信你在这段时间 你只要乱做去追涨杀低 追涨杀低的投资人 你一定快要吐血 你一定快要吐血 最主要原因就在这个地方 好不好 给大家去做一个参考 好 那再来看一下 在筹码面的解读 外资现货买了16亿 小买而已 投信买了11.9亿 投信连续 哇 7天站在买方 而且最近买超力道是比较大的 他应该是在压跑 冬秋之后大户回荣的行期 他的意思应该是这个 Full Ratio 1.12 中信小小偏多 那 外资的未平仓量补了1300口左右 快1400口 补了1400 那整体来说 从今天期限货的角度来看 外资现货偏多 期货偏多 投信偏多 对不对 Full Ratio中信小偏多 所以从今天筹码加过来看 就是全面性的偏多 所以以中信偏多来做解读就可以了 那融资持续维持下降趋势 融卷维持上涨趋势 支减卷增当然有利于后续筹码 后续线型往上推 那观股的部分 最近也称比较弱势 市场信心比较不足的时候 定场站在买方 护一下盘 稍微顾一下市场的信心 那目前我的观察还是一样 筹码当然是偏多 不过你还是得回归什么 回归技术面 回归技术面 因为筹码再好技术面没涨 就是涨不动 涨不动就是涨不动 所以在这样的状况之下 你还是要尊重一下技术面的解读 好不好 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在这一个 多空头排力加速指标的部分 各位你有没有发现 短均线来讲的话 多空头加速好像又各半各半 也没有特别强也没有特别弱 就在这边很尴尬 长均线走空的加速越来越多 然后把它图缩小一点 怎么越来越多 对吧 所以我要提醒大家是 排面真的没你想的强 真的没你想象中的强 所以在这样的状况之下 你要嘛空手观光 你要嘛小资金短打操作 就这样 就这样 你不要再做其他的动作 你很容易在这个地方受伤 那我们刚刚说了 外资今天补了1400口的期货空单 对不对 来看一下大额交易人 前五大特法今天补了1377口 差不多 其实就是外资补的 应该是外资补的 前十大特法的部分补了3356 补了3356代表什么 后面其他的法人 其他的法人 提示加空单 但是是比较小咖的不重要 不然为什么只写3356 各位写3356代表后面有人扯后腿 才会变成只剩1400不是吗 所以在这样的状况之下 你就要解读到 真正的大咖们今天是加 是回补空单的 好不好 或是回补空单的 那其余的比较小咖的法人 是加空的 大概有这样的概念 前五大前十大的这个 大额交易人 今天也在做一下回补的动作 被显示说 他们在这个中秋连续加节之前 虽然没有做太大的幅度的动作 不过都是有偏多在做进场 至少是回补空单的动作 这是稍微比较偏多来做解读就可以了 好回到这个地方来看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了 国际股市的行情 之前有几次是漏掉后面才补上来 这边赶快来帮大家解读国际的方面 国际股市的部分你看道琼 大涨大跌大涨大跌飞来飞去 纳指比较强手稳月线 标普月线附近做震荡 肺半最强势的 创历史新高最强势的指数就是肺半 但道琼跟这个标普弱弱的要小心一下 要小心一下 但是在纳指跟肺半相对强势 科技股没有挂点之前 我认为国家股市还会往上推 美国股市还会往上推 只是说比较弱势的指数还是要稍微留意一下 会不会往下带 如果真的往下带 纳指肺半撑不住的话也是一个疑虑 所以这里还是要特别特别的小心 目前的道琼是破季线的 破季线你要知道 得指发指都跌破季线 亚洲股市的部分先看日金高档震荡 韩国股市一样震荡盘 没有高档震荡盘而已 恒生当然不用说啦 今天又再度破底 当然就是那个中国恒大的问题 不过开低走高收了一个1%的红K棒 表现还OK 不过长期来看格局还是比较偏弱的 上正开低走高跟这个恒生一样 当然也是一样 这个地方跌升了就有一点买盘往上推 那这个架构也是相对强的 那台北股市的部分当然 最近也就是在这边做盘整 那你说强吗 好像也还算强 你说弱吗 也真的不强 也真的蛮弱的 因为就是没有量 各位市场人气消失的幅度是非常非常夸张的 在这样的状况之下 才会提醒大家不要过度的去做造进 为什么 没有量就不会有大鱼的出现 你就只能干嘛 小麦小麦啊 赚点价差 顶多赚点价差 或者是什么 观望 不要乱搞 你不要在这边大赔钱 就已经非常好了 好 那再来看一下在个股的部分 其实观点盘摄观点都没有什么太大改变 我一直以来最近的行情都差不多 好不好 那一样跟大家分享一下 一样这件事情 一样是我们的策略交易的介绍 策略交易的部分还是提醒大家 小麦在这个地方跟我的学员去分享一套 演算法所推论出来的操作选股逻辑 包含了选股 包含了操作 包含了进退场 到底该怎么去做学习 小麦都已经帮我们的学员们做好一套SOP的策略 SOP的策略 所以现阶段行情很弱 没有什么好做的股票 我在这个地方就是要提醒大家 你更应该要做的就是静下心来好好想想 你到底想要什么样子的操作模式 你到底想要什么样子的一个学习模式 你要是每天操作来操作去 然后不知道下一档在哪里 还是你需要是有一套固定的工具跟方法来做辅助 那这就是小麦想要跟大家沟通的系统化操作的策略 这我们的策略交易 当然我说过这支策略交易交易次数其实不平凡 真的不平凡 为什么 只交易了87次 但是策略的胜率是非常高的 因为出手次数少 位置就比较精锐 位置就比较精锐一些 那当然 报酬率累积起来其实也是非常亮眼也非常不错的 非常不错 那曲线的这个地方大家可以参考 还是提醒大家历史绩效 当然绝对不等于未来绩效 但是它是一个未然能够持续使用的一个重要依据 OK这是一个操作上面的观点给大家做参考 那我们最近有没有示范 我们最近当然有示范 我们是不是示范说我们的学员跟小鹿在9月7号分享 这一天完完全全100%符合我们的策略交易 所以是不是出现了 后面每天一路涨涨涨涨涨涨涨 都涨不多啦 但是累积起来也蛮可 以台北股市这段时间的表现来讲 这个算超强股票了 各位这算超强股票了 对吧 今天涨多压回全部卖出来 贯到快要跌停板 跌了8% 当然这个按照策略 怎么出 怎么做 这早就在课程里面有做教学了 对吧 最近第二档选出来的不就是3188的新荣涨吗 在9月13号选出 9月14号的盘后影音 大家可以去view一下啦 大家可以去view一下 那一天有这一档个股的一些资讯 那后面一样慢慢又冲上来了 今天最高还要18块4 那当然怎么去操作 我怎么去出 这个当然都是课程内的教学 课程内的内容都有提醒到大家 ok 所以还是要邀请大家 你现阶段要做的是什么 我的观点还是 你静下心来好好学习 好不好 静下心来好好学习 想想看你到底需要什么样的策略 你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内容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很多人说小鹿我没有办法看盘 我也可以使用策略交易吗 当然可以 更适合你 为什么 因为你有标准的SOP 你有标准的SOP 你就没必要看盘 你就没必要看盘 为什么 因为 选出了什么系统你要自己按 怎么操作 课程内都有教学 那是没有魔人两可的空间 是没有的 如果你也需要这样子一套完整的 进出场SOP的方法的学习的话 我认为这样的课程 我们这个学习的资讯 我们这个学习的资讯 真的非常适合你 真的非常适合你 好不好 所以我们也示范了两个 对 莲华跟辛隆藤 那昨天是不是跟大家报告 是不是也有新的百分之百符合的个股 又出现了 大家知道吗 看一下 有找到了 就这个嘛 我们是最近跟大家分享这个 这个股票 各位股票叫什么名字 也不重要啦 你要问题是什么 问题是他怎么选出来的 他怎么选出来才是重点 那这两个股自然符合 符合你就照SOP去做就可以了 你就照SOP去做就可以了 所以 这不就是个机会吗 这不就是个机会吗 好不好 邀请大家 如果你也认同我的想法 你也想跟着我们一起学习的话 欢迎联络 小鹿投资日记 脸书粉丝专业的小编 咨询加入我们精选群柱的服务 在影片下方的资讯栏位当中 也有小鹿投资日记 脸书粉丝专业的连结 点击进去 咨询精选群柱 4天年假 好好想想自己想要的是什么 自己需要的是什么样的策略 好不好 给大家做参考 那来 看一下大家感兴趣的 航运族群今天算是满撑盘的 大盘 早盘比较弱 他们来做撑盘 然后马上拉起来 对不对 旁容外资连三买 在这地方做低档的盘整 一样建议多看几天 阳明 投资今天竟然大买了900多张 这投资今天是比较积极的 那还是一样先看这里压缩 我们来先看压缩 2615一样压缩盘 压缩整理洗来洗去 所以这个我倒是认为就是一样 多看几天 不过 目前看起来反而是比较愿意 偏多一点点流仓的 所以我认为 也是有机会 但是多看几天 明确的出现了这个涨势趋势之后 你要操作再操作 否则我的观景都还是一样 就继续洗继续震而已 同样的这种散装 今天都没有被带起来 量不够 这量都不够 所以今天都量缩 有没有 量缩整理 慧阳也是一样量缩整理 在那边盘 洗来一起去 震来震去 没有明确方向趋势 但是我说过了 慧阳跟玉民这种散装的个股 他们后续背后的支撑的利益 都是在所谓的钢铁运输需求 钢铁运输需求到底有多大 各位 中国美国印度欧洲的基础计计计计 都会用到钢铁 这钢铁需要是非常非常满的 如果大家自己身边 不要说小路自己在讲 你身边有在钢铁的产业工作的 你问问他钢铁未来会好几年 你问问他钢铁未来会好几年 业内有小路讲 大家可能觉得说是吗 会不会有疑虑对不对 你去问业内的 各位你去问业内的 你去问中钢的 你去问钢铁的公司 你问问看 你就知道 到底什么东西 会忘多久 你就会有比较明确的概念 小路在那边跟大家讲 钢铁会忘未来三到五年 我认为这是非常非常有可能的 所以我为什么会看好 散装大鱼货柜 逻辑就是这个 好 看一下最近的钢铁很弱 对不对 小路最近钢铁连四黑 还没办法 盘不是连五黑吗 你盘不是连四连五黑吗 也是一样 外资小卖了2万多张 各位别忘了前面买几万张 前面这里买十几万张 买很多 那这里小调节一下 投信一只小卖四百多张 前面也买一堆 这个只是什么 在做资金的轮动 现在盘也不强也没亮 就轮动一下 拉起来跌回来 再拉上去 再跌回来这样子 OK 2014中红尾盘拉了起来 小掌 一样在这边盘 都还没有明确拉起来 叶欣 张元 还有像什么 大甲不知道他们在动 还在动 还有像是 这个比较少跟大家提 华鑫 那时候不锈钢的 不锈钢的期货报价 最近在中国创历史新高 我创新高 还有什么 春圆 高档盘振 很强了吧 在这个均线位置都成立 美亚盘振 金光钢盘振 拉尾盘 就在这边洗 就在这边振 还是没有明确的趋势 应该说台北股是现阶段 就是没有明确的趋势 在这样的状况之下 你只能干嘛 降低操作频次啊 你不要这边买来买去 你就好好抱着等第四季 好不好 第四季是他的钢铁的旺季 明年又比今年再更好 在这样的状况之下 你有点耐心 后面的获利 我认为是你看得到的 好不好 这也是我自己跟自己讲的 我认为第四季到明年 他就是一个非常旺的产业 短线没长没关系 你又不是all in在这边 你有其他资金 可以做别的操作啊 对吧 但钢铁产业还是我非常非常看好的 好不好 包含了业内人士 包含了像我们这种 观察的分析的 都可以明确的感觉到钢铁 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个产业 好不好 主客观的因素都是不错的 所以我认为 新光钢的部分 或者是中钢的部分 中鸿 还有像是什么夜鑫 什么张员等等 我认为都ok 好不好 我认为都ok 好 那讲完这些之后大家都知道 我们是不是有什么 我钢铁 还有什么 小部位的纺织 最近不是也不错吗 这也弹起来了 这也涨上来了 对吧 还有什么 策略交易的个股 我昨天是不是跟他报告 有一档策略交易个股 有对不对 有的话小鹿怎么做 小鹿就按照策略去做 所以我有操作 所以我有操作 就根据策略 策略跟我讲什么我就做什么 就这样而已 你也不用想太多 怎么去 看有没有打到 停力丘停损的位置 怎么去判断 这个就SOP 就不用讲了 这没什么好说的 他就这个固定的方式 ok 好那也是一样 讲到这个地方邀请大家认同我的 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 好不好 好回答一下我们精选群组的问题 今天应该算没有问题吧 其他都只是大家盘中的聊天 对吧 对没有什么问题 好看看Telegram Telegram 有没有人问问题 就看最近盘的量缩成这样 大家都没在市场的感觉 人很少 好 有9个问题还蛮多人的 6285低轨道卫星 我认为有机会 只是低轨道卫星 iPhone好像没有 最新的iPhone好像没有 但Tesla是有在布局 Tesla是台湾的低轨道卫星伙伴之一 就是奇迹 奇迹有它是Tesla伙伴 我认为这个ok 个股的业绩是不错 但是你要有长期抗战的准备 它不是那种会标的股票 投信还不错喔 连两买了 连两买了 看看业绩啦 这里帮大家仔细的看业绩 当六日大家休假这个期间 比较安心好不好 我希望帮大家多看一点 你过这个假期 你也比较愉快安心一点 我这样帮助到大家 我也蛮开心的 我也蛮开心的 好 8月营收YY3% 累经年6.9% 其实业绩最近的成长幅度是比较低 真的是比较低 比较趋缓一点 三绿最近有点绕赛 上半年赚1.45而已 去年全年赚多少 3.76% 今年赚1.45% 是有点尴尬 因为缺料也是一个大问题 那我们讲 缺料第三季要改善了 第四季越南的产能要投产 很多公司都这样 电子尤其是电子 都缺料 缺料业绩都缴不出来 第三季要改善 那拼新高 毛利率也要跳上来的话 全年大概也是个3-4块 而3-4块20倍PE 大概就在这边 好不好 区间的上缘跟下缘这附近震荡了 我认为就在这边写 侯姓回来买了 对不对 我认为就有机会往区间上缘去靠 如果是我的话 我就区间做 区间下缘占买 区间上缘占卖 来回区间做就可以 1303的什么 南亚 然后干嘛 今日爆大量是否换手成功 有欸爆大量 有没有换手成功 你看盘后数据 投信有卖吗 8张跟没卖一样 外资还买475张 今天你要看 我猜是当充客 我猜是当充客 因为这个量有点大 这不是换手成功 我认为应该这么看 今天的高点再被站上去的话 那就是换手成功 那就是换手成功了 所以我认为这种个股 其实很安全 没什么问题 我认为这可以报 我认为这可以报 如果是我我会报 那你看它业绩的部分 当然外资投信 这筹码满分 没有 外资投信 这没什么好说的 反而都在买 那营收部分 8月营收历史新高 YY68% 那绿部分 最近狂飙 第一季 第二季赚多少钱 赚了5块14对不对 各位啊 那股息配方很大方欸 都配7成 上半年赚5块多 下半年弄一弄 8-9块钱跑不掉 那我们以9块钱来算 9块钱配7成9 7-63 各位 下90块还是怎样是不是 90块左右对不对 配6块3的股息 自己按下计算机 这殖利率快7%欸 这殖利率快7%欸 殖利率7% 他营收历史新高3率狂升 这样的股票 你光领殖利率 我都觉得划算 我都觉得划算 后面呢 后面你觉得外资投信买成这样有没有戏 我认为应该有啦 好不好 联电 这可以往上看啊 只是说短线上 他要整理一下 那大家散户都在里面他怎么拉 外资投信风高有点调节 这个我认为可以往上看 只是说7字头以上会保守而已 那7字头以上我认为 尤其是越靠近8的那个位置 那个没什么好看的 因为他的风险就会大于报酬 这种拉回来可以留意啦 好不好 防守好区间不要破 联电OK的啦 联电好公司啊 成熟制程车用晶片的部分 是非常非常夯的 那联电的业绩 营收EPS 基本上都是非常非常的好 明年后年都会继续喷 所以我认为是OK的 只是说股价部分 我认为7到8字头那边就有点 有点overpricing了啦 就有点一点点啦 当然法人看到9字头 甚至3位数字大家都知道嘛 只是我没有看到那么高啦 我没有看到那么高 6261的9元 9元 看一下喔 8元营收不错啊 8元营收还行啊 YY68个百分点 三绿也有持续三升啦 OK啦 上半年最多少钱4.26元 去年全年赚多少 4.12元 这个今年应该可以挑战什么 好在2010年的EPS 8块多喔 应该有机会喔 封测厂来讲的话以8块 我这股息怎么样啊 对啊股息要赚多少配多少的公司啊 8.9成啊 那今年要是可以赚8块钱 各位投资朋友 8块钱那我们以9成来算 8.9 7.12元 明年要配7.2元来讲 现在79块值率很高耶 他也是我赚你好公司啊 这种如果是以价值投资的喔 破线就是可以布局啦 如果是长期投资啊 破线可以布局 短线上这绝对没有细唱啊 那可能没什么细唱啊 但长期投资在讲 我认为这里不用太过担心 都跌破半年线了 那值利率又高业绩又好 这里 应该就有机会防守住了 好不好 好公司啊不用担心 2023的夜辉成本31块6 投信都有在买啊 这投信也买不动 为什么啊 现在盘就是涨不动啊 那我认为他的支撑压力 你可以改到这个地方来看 掉下来这里你可以加码 上面就把它出掉 来回区间做就好了 夜星夜灰 这类型的各个武器远上就吃爆架 爆架没有反等之前 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借铃 借铃上有压下有撑 导线架的部分你怎么觉得 好像都长不太动啊 各位你看长颗 好像也你说长不动吗 就是一直在整理啊 台股没有量嘛 129有点高啦 129有点高 这个你要解套有点困难耶 但他也不是说那么差啦 车用的需求当然还是很强 只是说半年线附近 这短线也跌很深 你要不要加码一下 弹上来损一两平或小赔 帮你少赔一点 你就把它出掉 好不好 这个我认为 大概就在这边做一个大区间震荡嘛 你说他差嘛也不会太差 你说好嘛 上面的压力也太大 所以我认为就是这样子的观念 我给你做参考 光阳科这好公司啊 把财啦 只是开高走低很正常啊 来到这个 各位这条线也不是小路线来画的啊 刚切画面不就来到这里了吗 这条线就是压力啊 碰到压力板 就会被压回来很正常喔 那今天一样被压回来 只是投信不离不弃 我建议啦 你可以 你可以这么看 这里有个WD仅限位置的支撑 腰破就好了 腰破就好了 上面压力没那么容易一次过 会走区间的机会比较高 走区间的机会比较高 他是台积电相关的供应链 台积电的把财场 区间操作吧好不好 我不认为他会挂点 你看他营收8月业绩的部分营收 YOY7%看起来不多 但其实是去年这个地方积息比较高了 单率也OK啊 单率也OK 上半年赚多少钱0.99 去年才算多少 1.69 我认为下半年这个应该有爆发力喔 比较有爆发力好不好 台积电内挂的啦 光行科算是比较有在动的 头信也买一堆 我认为有机会先走区间好不好 突破区间再往多看 否则就区间操作做观望就可以了 好中钢喔 目前多头还在架构 对啊 连3000绿K回车到月线 是不是在月线支撑数据试单看看 可以啊 外支头信不是都在买吗 我不是都在买吗 这种量缩拉回到长期均线位置 还有这种形态上的支撑位 都可以去尝试 好不好都可以去尝试 我认为没什么问题 钢铁的部分基本上 目前是我认为杂音最少的主题 钢铁真的可以多加留意 所以东元最后一盘爆量下跌 是那个啦 是那个我记得没错 是负时调整那个指数 负时指数调整 所以投信最近来连买 外资开始到 因为指数的调整 外资被迫一定要卖啦 就是权重的调整而已 这里新闻应该有写啊 我看一下喔 没写到 我记得没错的话应该就是那个啦 权重调整啦 负时权重调整 不过 东元这两个本身不差啦 8月营兽YY22个百分点喔 年增率累计已经来到16% 单率持续性的三升 上半年赚了1.21喔 1.21去年全年赚多少啊各位 算1.8欸 上半年赚1.21 下半年弄一弄全年2块多跑不掉 2块多来讲的话 他股息配8月大概要6成 你用5块多 呃 你用2块多来看配6 才配1.2左右 你自己算1.2 那直率几% 快4%吧 我认为还行啦 只是说 就是在这边盘啊 各位这没有明确的方向性 那就是喜爱局去震来震去 所以你可能要先看什么 先看区间震荡吧 好不好 区间震荡 比较合适一些 好大概是这样子 最后一场 3017的奇虹喔 这个散热的部分 不错耶 满强的啦 投信这里有买 这里又最近在加码 外资也进来加码 散热的部分 其中算是不错的好公司 那直率我之前认为 7次头以上到8次头 他没什么细唱 没什么细唱 为什么 他合理估值就在这啊 不过他今天的股价走势 跟最近的筹码 其实是更加有利于 他后期继续走羊 这里就防守好 区间不要破就行 那其实营收的部分 8月营收YY18个百分点 累积年增率高达21% 增率表现也OK啦 去年全年赚5.42 今年嘞 今年上半年就赚了3.78 今年应该可以比去年更好 而且应该可以写历史新 那大概就是6块多嘛 6块多 散热模组 散热部分 你不要给太高的本益比 那6块多来讲 本益比我们12 13倍 他不就大概7字头吗 如果你他有一个更好的成长性 你给他15倍本益比 那就是他终极位置了 终极位置 我看反而有没有演不出报告 就是终极位置就三位数嘛 对我说6到7块钱 然后15倍左右 大概就这边啦 好不好 所以你这个位置你打个9折啦 万一打个9折 大概就是他再往上能够推的一个 合理的价格 再给你做参考 OK 好那我们今天回来完说了 投资人问题到这地方 那还是要最后邀请大家 你还是要好好思考 连续价值当中 你到底想要什么样的操作 你想要什么样的投资 你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内容 来帮助你在投资市场当中 做操作 认识策略 就是我分享给学员的干货 那邀请大家 如果你认同我的理念 认同我的观点 想跟上我们一起学习的投资朋友们 联络小鹿投资日记 脸书粉丝专业小编 资讯加入我们今天群组的服务 那喜欢我们的影片内容的话呢 也赞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 并且开启你的小铃铛 小鹿在这地方 祝福所有的投资朋友们 中秋佳节愉快 我们下周见 拜拜 请订阅